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理财周刊 今天是推介新世界17号 原因是新世界上个月底推出的 柏奥庄三期的销售反应 比去年第四季推出的柏奥庄一和柏奥庄二 售楼表现随时有惊喜 另外电子消费券有望加快本地零售复苏 以至利好商场业主的租赁表现 将会在下个月4日起接受申请 作为本地主要地产商之一的新世界可望受惠 新世界现价的估值吸引 读者不妨看机会收集 助享估值收服的成果 综合今年3月以来 即使考虑到新世界中期业绩好过预期 港府已宣布推出电子消费券 和开始分批为市民接种疫苗等利好因素 券商给予新世界最新目标价 平均值有49.3毫 较新世界现价高出22%左右 筹路上建议投资者不妨以新世界 成果 任由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